教教这个程式设计啊 其实并有很 其实很多偶然啊 因为不是说我 其实主要我会写 我会 会来教程式 实际上是我喜欢 来撰写程式这件事情 变成我的兴趣之一 所以把我的兴趣跟 我的工作结合在 其实也是一件蛮快乐的事情 然后呢 我又可以把我的上课 录下来分享出去 然后又因为这样 可以获得一些 一些回馈 感觉还蛮好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 六个加一个 就是七个号码 所以七个号码 你就在想 这个地方我要宣告一个阵列 所以在Java里面 怎么宣告阵列 比如说我就 一个什么样的阵列呢 它是什么样的形态 所以你要有资料 哪个形态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需要一个int 整数的嘛 那这边因为没有小数点 所以不用double 我用int ok 然后会有需要 有七个 所以七个的话 你可以用 宣告空间的话 就是 给它长度七 然后第二个是说呢 乱数产生 ok 那乱数产生的话呢 你就需要想到 用哪个方法 或哪一个 那个类别 可以帮 帮我们做到 那我刚刚有讲到 如果你要产生乱数 你有两个方法 至少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 mass.random 的方法 是mass 类别里面的 random方法 然后呢 或者是用random的类别 random类别里面呢 也有产生 这个乱数的方法 不过 因为random 它不是预载的一个类别 所以mass 比较有预论 因为它是等于 在那个java.lag里面的一个类别 所以你不需要import嘛 那用mass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我们用mass.random 产生什么呢 产生一个乱数 那乱数的话是介于 1到42之间 ok 那将来就是0到 就是说呢 如果各位数字的话 就要加0 那不可重复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不可重复的 你要产生乱数之后的话 你还要跟前面比较 有没有 比如说第一次不用比嘛 第二次就要比 第二次你要跟前一次比 没有没有一样 那就直接用这个 如果一样的话呢 那就重复再产生 那第三个也是这样 第三个跟什么 跟比较呢 跟前面两个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要比较 那这个部分比较不好写 那所以